提起新闻主播,相信大家都会想起美女, 但其实男主播也不差,今天就和大家盘点一下, 不认为达到男神级别的男主播。 彭建华充满阳光气息,除了新闻报道外, 他还有主持时事节目探古尋元, 还红到有粉丝专业。 前友善主持王浩然,之前因为受财源潮影响而消失在幕前一段时间, 幸好他还有更新社交网,位置一帮粉丝的心灵。 Edwin只有26岁,又英俊,所以有网民就叫他去参加《全民造星》。 无线新闻主播容嘉耀,今年25岁,绝对称得上是小鲜肉, 他通常为无线新闻台报道深宵新闻和无线财经新闻, 有时还会主持香港早晨,真是日夜都可以见到他呀。 何俊燕外表思思文文的,笑起上来又有点害羞, 他通常是报道香港早晨的, 晨早打开电视,见到他真是心情都会好些呀。 有网民族在他的社交网留言,说刑道要检举他。 无线新闻主播徐俊逸最近就极速淡起, 内貌似足无线小新朱敏翰和男神吴燕祖混合体的他, 通常会出现在深宵新闻报道, 不过他就没有公开自己的社交网, 搞到一群粉丝只好截图取暖。 那。